今天是送我女儿来这边拍照 然后看到很多人在冲浪 然后一开始本来是也想带着东西过来 但是时间太紧了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 不需要腰扭伤了来不了 所以就没有来 你看后面火车经过 这里是洛杉矶的小连昌 就是很像日本的一个景点 就是海边有个火车通过的 很漂亮 火车过去咯 刚才我以为这些是冲浪的surfer 原来是海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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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种很大的那个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那它跟这个鸟 看来就差不多 所以我以为它们是 一开始我把海鸟看得出 现在我把海鸟看得出 现在我们的海鸟看得出 刚才你看得出 好像这样的 现在好像是浑浪的 那是这种海鸟看得出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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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歐 小孩子他开一个这个单车过来很酷 他这个单车轮子很大 所以在沙堂上走起来也无非劲 我一开始以为是电动了 最后看了好像不是 好像有好几位男生也是 看不太清楚 看上来了 准备了 哇 起来 没有 这也起来了 哇 但是我看 他很壮 所以他跳起来 其实有的通浪的危险 可能是有一定的 就 比如说都是水平比较高 有一定的水平的相互之间就会好一点 就怕就像我们初学的在那些人当中 所以就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意外 因为我们脚子去的位置可能不太对的话 咱们会冲的然后倒下一个 因为我们就会披造 不是撞到 特别是 特别是 其实最危险是 这个危险 挖到脸 对 挖到头 挖到脸 感觉是最危险 现在这个时候 又越来越多人过来 今天趁这个机会 好好地看一下他们的通法 然后学习一下 他在主屏高的图片 那个板呢 都是短一点的板 不是那种像我那种初学那种泡沫的长板 他们一般好像就是六尺吧 六尺左右的这个硬一点的板 那种叫做纤维玻璃的那种材质的图片 然后在在这边冲浪的人 这水平都不错 起码在那个 Fail Beach中 那些surfer的水平要高很多 然后这个浪的话 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还非常好 不是那种 就是特别猛 但是又 又有力 有个大概四尺 你知道吧 三四尺的那个浪 其实就说 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我们 我也能冲一点 所以我 下次有机会过来吧 就是这样 可能 就不会完全被那个浪开死的那种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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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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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